真的不忍心告诉你 这个世界只是一个梦 你一辈子执着的子女 只是你的一个缘 你一辈子放不下的家庭 只是你生命里的一个驿站 你所追逐的感情和名利 只是一个自我意识的幻影 梦醒时分 空空如也 满世界都是你的 整个世界又都是空的 真的不忍心告诉你 这个世界只是一个梦 人生无常 家庭是因缘暂聚 当你一生默默无闻 几十年如一日 无怨无悔地 为整个家庭付出的时候 为了儿女操碎心的时候 为了不孝子 气得神经衰弱 日夜失眠的时候 我很想告诉你 这个世界是假的 不必执着 你会相信吗 真的不忍心告诉你 这个世界只是一个梦 你的认知范围 达不到使你相信 和解脱烦恼的程度 我不说了 也不劝你了 在岸边 看着你在苦海里 挣扎 沉浮 也许 在你心里认为 我很无情 其实 你所有的痛苦 我都有感受 只是 无能为力 只有选择 默然观看的态度 真的不忍心告诉你 这个世界 只是一个梦 我想 大多数人 都没有福报 听闻到佛法 也没有智慧 领悟到空性 就在这个 不真实的世界里 演绎着他们的一生 喜怒哀乐 生死离别 爱恨情仇 我何必去多言呢 他有他的执着 他有他的认知 他有他的梦想和追求 他有他的世界 和幸福的概念 真的不忍心告诉你 这个世界 只是一个梦 如果有一天 你知道自己快要死了 此时 回头再看这一生 感悟是什么 或许 这一次 你真的相信了 人生 就像一场电影 有跌宕起伏 有分平浪静 有阳光灿烂 有暴风咒语 让我们的心 也生起了爱恨喜怒 随静而生 随静而灭 最后傻傻地发现 我们当了一辈子的演员 随剧情而表演 从来没有做过 真正的我 真的不忍心告诉你 这个世界 只是一个梦 如果 这一刻 你终于明白了 什么才是真正的我 那么 你还会那么执着 一定要自己的孩子 考得最好 学得最好 一定要自己干得最好 业绩要最棒 一定要自己 住得比人高档 穿得比人漂亮 吃得比人丰富 别人伤了你 一定要以牙还牙 终于明白 那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执着他们一生 他们就这么折磨你一生 你一生的追求 不外如是 什么也带不走 却累了 苦了自己一辈子 甚至你最爱的人 你也不能带着他们 真的不忍心告诉你 这个世界 只是一个梦 今天 爱你 疼你 恨你 伤你 怨你 折磨你的人和境 该来的 让他们来 该去的 就让他们去 不去执着 不去牵挂 心静下来 你才知道 你还是你 你没有被他们牵着走 这样 你才做回了一个 真正的你 这样的人生 会无憾 这样的人生 才无悔 真的不忍心告诉你 这个世界 只是一个梦 死亡 死亡 对你来说 也是一种境界 随缘而去 放心而去 可是 你真的能明白吗 明白了 能放下吗 或者 等你明白的时候 是否 已经太迟了呢